仆人 上帝需要有纪律的 仆人 上帝将公司与他们的圣经的解释 他们必须直言不讳 并确保真相是告诉自谈 是否便利或不 上帝的仆人必须说实话这样 人们可以知道什么 上帝就要求从他们 上帝告诫先知 以西节书中的危险笼罩着他和他的人 如果他拒绝了 说是上帝的心灵适当 神警告说 以西节说 儿子 人 我有你一个看守对以色列的 因此 听到一个字从我的嘴 并给他们警告我 当我说 对邪恶的 你必定死 你给他 没有任何警告 也没有说话 警告邪恶从他的邪恶的方式 保存他的生活 同样邪恶的人会死在他的罪孽 但是他的 邪我需要在你的手中 然而 如果你发出警告的邪恶的 他不会离开他的邪恶 也没有从他的邪恶的方式 他的 会死在他的罪孽 但是你必须送你的灵魂 再一次 当一个正直的人 轮流从他的义和饭 罪孽 我打下一块绊脚石在他之前 他必死亡 因为你没有给他警告 他必死在他的罪 他意得其他做了不应被铭记的 但是他的 血我需要在你的手中 但如果你发出警告 正直的人 正义不应该犯罪 和他没罪 他应当住 因为他采取了预警 你也会有 送你的灵魂 以细节书三点十七分日至二十一日 教训 上帝的 仆人都是他珍贵的乐器 他预计将没有什么但是 纪律 上帝有他的仆人与崇高的敬意 他们必须适当地说他的心灵和确保保存引导人们从陷阱 上帝的仆人都是不允许为上帝 但是他们的任务是满足神的标准在所有的时间 荣誉属于一个仆人不会他他的工作很好 但是上帝的惩罚 笼罩着一个仆人 谁失败 他的主人 自创建者是指望他的仆人来代表他很好 他们不应该犹豫地以光荣的旅行应尽职责 通过这样做 重磅的惩罚将避免和巨大的积极奖励 将要获得的由上帝的仆人和他们的人 祝贺那些公务员的忠实崇拜真主 他们的奖励将获得的地球上 和在天堂 祷告 切爱的 上帝啊 请让我真正和彻底的仆人 他们会忠实地为您服务 让我一个字 让我为您服务 全心全意的 给我力量来讲真话 在所有的时间是否方便或没有 让我言语和行为荣耀你 所以其他人可以动机为你服务 请告 我有新鲜的软膏来忠实服务于你们到底 再 同时 我祈求您的所有部长们在整个世界 请给他们力量忠诚地为您服务 让你的部长领导 通过例如使你的名字可以被荣耀之中他们的人民 对于在耶稣基督的名让我的请求 阿门